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也是 前后排咱一块骨不更热烈吗 我们大伙都看出了 你是干过指挥似的 不是指挥 跟您开个玩笑 相声大会就是使您开心 快快乐 您也是认为我们演员来说好职业 好职业 对不对 就认为说相声演员总是那么快乐幽默 这得分人 我还得分人呢 您拿我就不行了 您怎么不行 您别看乐乐呵呵上台 是啊 这是必须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一种现象 对啊 好啊 谁知道我们演员那些 谁知道我们的苦楚 咱不说别的 嗯 就拿这个录这个相声大会来说 相声大会 其他演员人家七七都录 人家出镜率很高 我呢 你怎么样 半年排一次 太少了 你这出镜率太不高了 其他的咱不说 我这搭档我也比不了 连我都比不了 这不是说相声的啊 我就是爱好相声 对不对 票 我说这话你别不乐意听 我就是爱好 就是爱好 是不止这这玩票 叫什么词叫你 富二代 可以这么形容 网络名词有钱 家里有点钱 有多少钱 有多少钱 别的不说 房产 房子 自己名下的 好几套 我都住不过来 电梯里都有卫生间 这怎么安静气的这是 咱甭说房产 今年刚三十岁 整三十 自己的坟地就七块 我买这么多 不是 我买这么多坟干嘛 人家说了 死了之后分尸那么卖 有钱就任性 太有钱了 有钱 我就跟人家没法比 你家庭条件不行 我父母没有那么有钱 你说说你家庭 省吃俭用 供我上完大学 好 自己找份工作 一个月三千来块钱 普通收入 最可悲的是什么 有什么可悲的 现在我又交了个男朋友 不是 交了个女朋友 咱可说清楚了 女朋友 您这一说我们大伙都糊涂 这有什么糊涂 谈恋爱 那是好事 你发什么愁的你 是 对于你对有钱人绝对是好事 那对于你来说呢 要了亲命的 听你这话 你和你女朋友感情不合 不 我们俩情投意合 你们俩个头不合适 个头太合适 是吗 我女朋友一米七二的大高跟 那就是她长得不漂亮 长得太漂亮 既然你这么喜欢她 你还发什么愁呢 我们俩相处两年多 是 眼看着可又要结婚了 嗯 突然跟我提出一个条件 惨无人道 她提什么条件了 人家说了啊 我什么都可以没有 但是没有房子 坚决不嫁给我 这好吧 你买套房不就解决了吗 对 作为咱老爷们 咱得买房 买呀 人家又说了 又说什么了 结完婚以后 得要个孩子吧 是 那双方父母过来看看孩子 要住那么三天五天的 这房子小了 她说是 不是这房子它到底要多大 最起码啊 七十平米以上 这条件也不过分 地点在北京 在首都买这房子 朋友们现在琢磨琢磨 北京这房价多贵 那太高了 咱就说一万五亿平米行不行 这都算低价了 七十平米 嗯 就一百万 是 一百万 我一个月挣多少钱 挣三千 就算我不吃不喝 二十八年充够了 她这帐头算得真仔细 话又说回来 我不吃不喝受得了吗 那你能受得了 我跟你没法比 怎么没法比 你往那一趴 不吃不喝不动他 就能活一千年呢 我找你 我 说你的事儿 别拿我开玩笑 所以说 我就想到我北京朋友说过这么几句话 他们怎么说的 要想在北京定局 年收入达到二百万 怎么样吧 三环房子 爱买哪儿买哪儿 这是实话 年收入一百万的 四环房子 爱买哪儿买哪儿 年收入五十万的 五环房子 爱买哪儿买哪儿 这都快买到河北省去了 您再琢磨琢磨我 你呢 年收入五万以下 怎么样吧 自己刨个坑 爱买哪儿买哪儿 生活得太大了 您说我愁不愁 是够愁的 这要不然咱俩在一起 邀 怎么来这是 不是你这怎么 有钱这爱好都变了 是不是 你想哪儿去了 咱俩在一起想话 哥哥我帮着你出主意 帮你渡过难关 你要不跟我解释这番话 我兴许就答应你了 知道吗 别瞎想 再说你能给我出什么主意 当然有主意了 有什么主意 你不就是要结婚吗 结婚呢 跟女朋友商量商量 俩人租套房 先把婚揭露 我早就跟他提了 你怎么提的 亲爱的 咱先租个房结婚行吗 嗯 等结了婚 我努力工作 努力赚钱 再不久将来 争取当上世界首富 有决心 到时候什么洋房别墅 咱都不住 那住哪呢 我给你盖座塔 让你住离边 他找的就是一妖精 那塔给镇住了 那你女朋友怎么说的 呸 凑雀德 还世界首富 那你连房子首富都没有啊 这不急了 我告诉你 没有房就别想结婚 现在很多女孩就这么限制 这一句话受不受打击 别受打击 还不受打击 哥哥我还有道 那你再说我听 再给你出个主意 那你说做买卖啊 卖东西发家致富 朋友 他说这绝对是道理 是 现在多少80号 因为婚房接不了婚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不就因为家里没钱 就是缺钱 早步入社会 咱做点买卖 存点钱 不就什么都解决 那当然 对不对 可是关键有一点 兄弟你得想好卖什么 这是关键 卖什么 卖什么 我早想好了 你卖什么呢 那我卖肾去 卖肾去 您琢磨 一个肾就30万 你穷疯了吗 俩肾就60万 俩肾要是都卖了 你还娶媳妇干嘛呢 俩肾都卖了60万 房子一百万 还差40万 旁年听说 俩肾都卖了 还差40万 想想怎么办吧 找银行进去 哦 你要贷款 以前没贷过款 这次去银行贷款 我才知道 知道什么了 感情咱贷出这款 还得还呢 这不废话 再说他也不带给我 平生他不带给你 他说得要什么房屋抵押 这是正常手续 他这是供我活 人家怎么就供你活 您琢磨琢磨 我要有房屋抵押 我找他借钱 买房子买 这倒是他心里话 别费这劲 赶紧走人 走了 出了这银行大门 我这手机短信来了 谁啊 售楼广告 售楼信息 写的好极了 写的什么呢 市中心黄金地段 绝版小户型 每平米 九千九百九十九块九毛九分几 限量发送 我一看太便宜了 是啊 一平米都不到一万 这不就差一分钱吧 一分钱不叫钱 你是穷疯了 这班得去看看 你别看了 为什么 听哥哥我 你看了也没看 你有钱吗 没钱我还不能去看 谁拦着你了看去吧 打车我就去了 去吧 您还别说 怎么干 这售楼处盖得跟皇宫似的 装修漂亮 就是那么漂亮 是啊 赶紧进去找他们工作人员 嗯 小姐你好 我想看看您这的房子 哎 你工作人员也特别的客求 先生 请问您买什么样的房子 我们这有平层的 错层的 月层的 你要是买的多 连我都可以送给你 售楼小姐要成金了 这是 别闹 你要送我 我有心思看房吗 哎 这时候你就别想这么 我就想看您这房有多大的 快问问 先生 我们这有300平的 400平的 500平的 还有800多平的 哎呦 这都是大户型啊 这可买不起 我也就看看70来平的 说完这话 你再看人寿楼小姐 怎么样呢 这脸拉得比驴脸都长 滚 这什么态度 没有 不对啊 您这什么态度 广告上写得清楚 写什么 黄金地盾绝版小户型 对啊 啊 绝版 版都绝了 这不缺德 再说黄金地段有小户型吗 行了行了 再问问你们 卖多少钱一平米呢 3万8的 4万8的 5万8的 还有8万8的 你们这可又不对了 那不对了 广告写得多清楚 差一分钱一万一平 我们写的是最清楚 怎么清楚 9999块9毛9分起 他可不一定起多少 这就是骗人的 这是哪家开发商 我一看牌子我才知道 哪家啊 梦幻家园建筑能力有限公司 这是够梦幻的 您再听后半句 建筑能力有限 这房子盖起来谁敢住的 赶紧走吧 我走了 别逗活了 是 出了这个售楼处 我这短信又来了 又谁啊 售楼广告 又来了一条 写得比刚才那还好 这回怎么写的 市中心 绝对小户型 每平米 一万五千块 交通便利 离火车站只需二十分钟 交通便利 二十分钟 水文景观 免收物业费 还能和著名相声演员做邻居 兄弟 手不好 太有人了 这要砸锅卖菜咱也得买啊 抓住机会 我当时我就去了 一问 人家说了 说什么呢 先生 您别先看房了 那怎么着呢 先把定金交了 合同欠了 咱再去看房 哎呦 这不看房能直接交钱吗 您放心 我们这广告跟现房写的一模一样 写的什么 有一点不一样 当场退款呢 好啊 我一看错不了 跟家里要了十万块钱 定金交了 合同当场我就欠了 接下来你就看房钱 看房钱 朋友们 我一上车我就后悔了 咦 怎么又后悔了 直接给我拉郊外去了 是啊 开了三个多小时 哎呦 我这手机都没信号了 我这隐隐约约还能听见几声狼叫 您知道 不对啊 咱们不是说离火车站只需二十分钟车程吗 人家说不是汽车 那是 动车 动车啊 差不多到了小区门口我一看 连个大门都没有 二十四小时安全防盗系统 有 有吗 不酸条狗吗 你别说 看这狗可够凶的 葬楼 鸡娃娃 小狗啊 哎呦 这楼盖的比那比萨鞋打都鞋 哎呦我跟你我看着我都慎了 没关系兄弟 啊 跟广告上写的不一样咱就退房啊 啊 开发商一跟你解释就全一样了 原始森林 本来是森林 一盖房全砍了 水门景观 地气全是坑 一下雨就鸡嘴 免收物业飞 压根就没有物业 和著名相声演员做邻居 就这点最靠谱 是吗 旁边就是你坟地